补充耕地究竟从哪儿来呢 尤其对于人口稠密 高楼林立的发达省市 可用于补充的耕地资源 捉襟见肘 占卜平衡的压力是巨大的 补充耕地的来源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通过土地平整 灌溉设施的建设等工程措施 将盐碱地荒草地等开发成耕地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是对原有建设用地进行复肯 那么产生耕地 第三个方面呢 还是对土地山水临天湖草 综合整治可以产生一部分耕地 这项制度的建立 是对工业化城镇化 不断扩大占用耕地的补救 是严守耕地红线的重要举措 几个月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 经过现场踏查到土地平整 田地施肥到开挖渠道 现在这里诞生了5550亩耕地 绿油油的玉米苗正在蓬勃生长 三个月后将会收获将近900万斤玉米 这是黑龙江省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一幕 数据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一共占卜平衡补充耕地 三千五百余万墨 近年来 国家制定了十多部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 启动了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按钮 2022年 全国两会期间 中央首次提出 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 严格考核 终身追责 确保十八亿亩耕地 实至名归 农地性农 是不容置疑的底线 有了日益完善的制度 还需要严格的执法监督 山东家乡 一场耕地的特殊监测 在上午十点准时开始 此刻 张璐专注于监视频 这是无人机 实时传回的监控画面 这架驿站五米宽的无人机 张璐第一次看到它时 就想到了 一个名字 雷阵子吧 就是像天神一样 用它的目光出示了大地 我们这架飞机的巡航速度 是每小时79.2公里 平时我们巡查 是用一个小时40分钟 完成我们线 53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覆盖 张璐所在的支队 负责全线自然资源 监测监管 重点监控耕地 在此之前 查耕地全靠双腿 我们加上线呢 这个有75万本耕地 下辖呢 559个行动村 自然资源的执法人员呢 只有99人 这99个人 就是把腿跑断了 完成一次 无缝隙 全覆盖的巡查 也得三天时间 有时候我们巡查到了 这个建筑啊 已经建了有两米 三米高了 我们制止啊 占用耕地要拆除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设备形式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执法来讲 就是早发现 早制止 掩查除 为了第一时间 发现登地违法现象 县里特别订购了 这台雷阵子 可以锁定地面目标 自动识别地面 可疑形态 视频实时回传 图像自动筛选 执法人员能 随时调局影像 大大提高 执法巡查效率 飞机航道下车 一次有事 放弹 两台挖掘机 正在施工 下午巡查 发现了一条 违法线索 已经推通到您的手机 违法挖掘机 据机的方位被锁定 坐标记影像 立刻发给 对应的执法人员 实际分钟后 他们赶到现场 我们是甲阳县 直染和规划局 纵权中队的 这个地方是你在高建设 是吧 是 你这边违法 这边随时就能抓牌到 里面挖回复到原来的耕地 我运气在高建设 一起占用耕地 挖沟豪建饭店的违法行为 从发现到制止 不超过一个小时 乱战耕地 语法不容 只有较真碰硬 加倍保护 才能留下 良田沃土 成就丰收中国 看着这个广毛的这样一个耕地 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巡查的时候听到这个风吹卖浪的这样一种刷刷的一种声音 有的时候呢 这个温度高了 都能温到一股淡淡的卖香味 据此千里之外的浙江同乡 何雪明和同事一大早就开始穿戴装备 现在我们一般早上五点钟就出门进行一个日常巡解 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 中午的话铁塔里面温度很高 达到六七十摄氏度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爬上铁塔 维护铁塔上的高清摄像头 即便是清晨 铁塔里也有三十摄氏度高温 要在酷暑高温中爬上距离地面四十五米高的铁塔 首先就要挑战人力极限 不过 在何雪明和同事看来 这一切的付出 值得 通信塔上部署的三百六十度高清摄像机 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测耕地情况 半径三公里之内的土地上 一旦有任何违法行为发生 都会被他第一时间拍下来 以工执法人员及时处理 在同乡泉市 有三百零五个这样的天野 他们的监测范围覆盖了泉市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 为保护耕地 一张保护网从天而降 卫星监测 空中巡逻 地面直访 网络直访 多层立体保护 让非法破坏耕地的行为无处可擦 数据显示 2018年以来 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29.07万组 国统空间应如何利用 泉洁 末民族 20万组 7万组 5万新作限 20万组 鸡 1万组 20万组 不同 转 2万组 2万组 和融九基本农田先化了 然后再化我们的森外保护区 剩下的我们才能进行城镇的开发 要优先保证我们农业发展 我们粮食生产 这就是为我们的藏粮物地 建立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苍结造字 颇具深意 有田为基才能富 对耕地的态度 大地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特质 中国已占世界9%的耕地 养育了世界近20%的人口 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2021年 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七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但存方寸地 留于子孙耕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将支撑中华民族 饭乱越端越牢 日子越过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